青岛黄岛区的民警最近频繁地接到报警 都说家里边珍藏的白酒不翼而飞了 而且还都是高档白酒 这是看准了这个高档白酒了 这是有点识货呀 到底是谁下的手呢 青岛黄岛警方接到锦绣城小区一位居民报案 家里地下室的门锁被破坏 存放的两瓶高档白酒被偷走 黄岛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会同引珠派出所联合展开侦查 经过反复排查分析 当天中午一男子乘坐电梯的可疑举动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画面中可以看到 再次进入电梯的男子戴上了衣服帽子 似乎在故意遮挡面容 围绕这名嫌疑人 办人员经过十多天的连续侦查 确定了其为张某某 经审查张某某从三月初开始作案 张某某只偷高档白酒 共作案二十余次 目前张某某因涉嫌盗窃 被黄岛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作案二十多次 这是吃顺了嘴 跑顺了腿啊 自己都杀不住车了吧 头得越多 罚得越重 还是个屡交不改的主呢 这三只手的坏毛病再改不过来 干脆在里边憋出来了